看完了浪姐三第四期,说实话,不知道为什么,我总觉得浪姐三在公演的成员分组上显得有点怪异,说不上到底是哪里不合拍,就是同一组的姐姐们相互之间的磁场不太对劲,捏不到一起去的感觉。 而且经常有明明适合某一个表演的姐姐,但却跑去自己极为不擅长的另一组去,相反,有些姐姐就一直能拿到适合自己的作品去表演,也是令人费解。 大概是一系列有点迷的操作,于是这档节目的热度有点走下坡路的趋势,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舞台呈现的不如预期中那么理想。 还在追踪的朋友们,相比舞台而言,似乎对私底下的姐姐们的互动更有兴趣,于是两个舞台之间的选举环节加主题夜活动,自然也有不少的亮点。 一,王兴玲说的话,隐思考,突破和挑战不是做别人。 其实我觉得浪姐三与前两季最不同的一点,就是参赛姐姐们的个性。 除去节目组包装出来的个性之外,在他们备战选取的时候,能够对此略亏一二。 王兴玲进入山海组似乎就是这样,这次在选人禁组的环节上,并没有播出很多细节。 歌曲选好了,一群人凑在那里嘀嘀咕咕一会儿,结论已经打在大屏幕上。 谭维维唱《山海》是没有惊喜的,她自己也这么说。 在观众眼中,对于一个唱将而言,唱得好似乎是理所应当,唱得不在状态就是发挥失常。 于是,谭维维希望王兴玲能成为这首歌的亮点,于是让她挑战rap。 还记得过去两季的浪姐,似乎参赛的姐姐都是为了挑战和突破而来的。 不会唱的要去练,不会跳的要去练。 效果的确很不错,令观众耳目一新的表演也并不少。 但王兴玲下面这段话,似乎引起了另一种思考。 不能只是为了变而变,因为那并不像我。 在谭维维的眼中,她已经为王兴玲构架了另一种令人惊喜的模式。 只要甜美饭的风格突然转成了酷帅型,就短暂达成了目的。 过去,我一直觉得搞突破是对的。 王子勋和张力本来不会跃起,但在野强威的舞台上成功完成了突破,惊艳了观众。 然而,通过王兴玲的话,我突然发觉做自己也是一种比赛的模式,而不是做别人。 你的突破和挑战,不能完全是为了炸舞台,为了营造一个新的自己去做。 在王兴玲眼中,她不能瞬间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,在舞台上完成一个短暂的变身。 而是需要在自己的风格基础上,尽量努力将触角伸到不同的领域,去尝试和探索。 二,阿娇谈与阿萨吵架之后,下一个镜头就是郑秀妍。 主题页的内容是回顾姐姐们曾经登上的杂志封面。 同时看一看当年她们在采访中面对尖锐问题时的回答。 当Twins被问到有没有吵过架时,阿娇的回答与多年前完全相同。 如果吵架的话,那么心里会有一根刺,所以没有吵过架,只会选择短暂的冷战。 她还提到,组合比夫妻关系都要更难,女团尤其如此。 说完这些话,芒果将镜头瞬间切给了郑秀妍。 在这个节目中,真正有女团经历的姐姐并不多,大多数单打独斗出来的歌手和演员,或是舞者。 除了Twins和郑秀妍之外,可能称得上在团队里待过的姐姐,也就剩下留恋与照梦了。 不过巧的是,他俩所在的组合中,其余成员都是男性。 所以真正意义上来说,与Twins能有相似体会的也只有郑秀妍一个。 有时候节目组的小心思,比舞台要更有趣。 在吵架这个主题之后,镜头给了郑秀妍。 再想想当年她在少女时代的故事,芒果不愧是真镜头大师。 三,还未播出的二宫舞台,似乎结果都很好猜。 以下有网络上的剧透渗入。 浪杰三在公演PK上,结果好像都是意料之中的样子。 二宫舞台还未播出,但已经可以根据规律猜出一部分结果。 首先,这次不再是宁静组VS纳英组,他俩不用正面对决的结果就是, 基本上有这两姐的组都会赢,属于某种节目的套路。 挺可惜的,看前期准备中,郭彩杰和赵梦头脑风暴出来的我我, 应该很精彩吧。 最后,还是输给了纳英组的谁不是。 宁静组的怪美的,也成功赢了阿雅和阿萨他们的乐园。 一共四组PK,其中两组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 薛凯奇和留恋的梦中人,VS王兴玲和谭维维的山海。 这两组我都很喜欢,和他们在选歌时候的纠结类似,但梦中人想要唱出个性实在太难, 乐语歌曲用来抒情最合适,比赛时会能量不足。 山海自然会赢,唱跳组在PK上,感觉主要看那股劲有没有抓对。 一米七团的爱像一首歌,舞台效果应该很不错,腰下全是腿,必然很养眼。 只是对上了郑秀妍的OK,看上一轮现场投票情况,感觉Jessica在浪姐三的舞台上是要一路赢到决赛前了。 在搞女团这件事上,她的实力本身也很断层领先。 一公要你管赢,二公OK赢,三公孤勇者赢,四公恼人的秋风和梦不落雨林双赢,五公的话应该也是赢。 坦白讲,队伍输赢其实无所谓了, 只要能欣赏到喜欢的表演就好。 反正根据人气规则,高热度的姐姐即便队伍输了也不会被淘汰, 某些淘汰的本来就应该被淘汰。